嘻嘻嘻嘻 哈囉大家好 我是Harmu 好的來玩我們的KOE 4STAR 今天是4月15日星期 好4月過一半了 那卡池看到影片之後 反正就剩下兩天多吧 那我昨天已經把萬龜抽到五星了嘛 今天就打算來 複習一下 然後玩一下工廠 好我目前狀態是長這樣 當初 這個都是一開始之前抽的啦 當初算第一彈嗎 EV一開始抽的 然後幻影攻擊力20萬 氣勢1萬9 不算高啦 但是2萬氣勢夠用了 就是你工廠是刷得動的 手動基本上都會過啦 那自動的話你就要看你怎麼弄吧 好核心的話 這邊都點完了 因為我昨天就直接升到五星了 直接升到九星啦 從五星之後就直接9A了 那我記得它是1重置23嘛 所以我那時候是 55 就是晉年2晉年3把它點到5點這樣 所以是455 那這邊基本上都點滿了嘛 就升到就看你防禦率跟HP你要點什麼 好萬貴大概這樣吧 我們來看一下圖鑑吧 它當時 比較冷門的原因是因為它的那個 PV不太厲害 不太好用 所以就比較冷門一點 它是03年的嘛 03年目前有這些1月1個肉家啦 4隻 那下一期 不知道咧 要禮拜四才知道再來是 小活動嘛 一個禮拜空窗期 然後 再來有沒有合作就要看他們有沒有什麼消息 目前還沒有消息 然後神熱萬貴 紅盾 曲解 對 曲解 然後它不太適合當隊長啦 因為它是曲解 就是曲解類的 因為現在都要上屬性 像工廠啊 工廠一定要上同一個屬性嘛 所以屬性隊長比較好 也沒有說在分什麼攻擊啊 防禦啊 平安都比較不好 後期它都是 後期我們這些都是出一些屬性的隊長 它都是屬性的 這樣比較 這樣比較好啦 有沒有 都出屬性的會比較好 所以萬貴這種曲解的就比較不好我覺得 然後EVE有沒有它也是加曲解啊 要曲解隊友啊 呵呵好爛 好爛 所以就它的EVE就很爛 然後PUE也很爛也是曲解 然後這邊是基本攻擊力 自己的攻擊力 加攻擊力也沒啥用吧 我覺得也沒啥用 所以它給人家感覺就是弱弱的 UE太爛了 PUE也不怎麼樣 好 進點一 都可以反擊 三種狀態都可以反擊 極先護甲 然後可以重置2-3 所以你應該是2-3先放啦 就2-3先放 它是可以解除反傷的啦 那反傷現在也比較省的用了 除非你是去打那個冠軍聯賽吧 我也不曉得 以前叫冠軍聯賽 就PVP嘛 然後競爭2 有神聖 然後競爭3有暈眩 然後也是神聖 命中神聖敵人 所以我都是2-3-1-2-3 然後它這邊是1-1啊 可能你就2-3-1-1-2-3 2-3 1-1-2-3 可能要記得這樣用吧 以前我都是Turbo啊 然後後來我都沒有Turbo 因為我這個是 X-BUS正版搖板 正版的搖桿它沒有Turbo的功能 好 Finish可以主動技重置 然後這次加攻擊力 好打手的話有那個 幫曲解格洛加加一個護盾 應該不會有人用它吧 曲解 OMG的曲解 你看也只有它是針對那種 這種 U1-U1屬性的格洛加在Buff的 之後都沒看到 因為可能官方還是要這個很難用啊 太冷門了 大家都不喜歡用 我現在重新再來把它複習一遍 正式它 好 這邊就是你要使用 2-3-1-1-2-3 放了5個技能之後 你這個氣息就會最大隻 然後你在用完結技的時候 可以消耗它的這個內在氣息 然後或者這個氣息發散 氣息發散就攻擊力加350 你看多難用啊 主攻擊加2200% 這麼難觸發 我要先放5個技能 然後再放完結技 才會觸發這些效果 這路途遙遠 路途遙遠 好氣息發散 它也可以幫隊員 放在隊員上 也就是說它的輔助 必須放 放完這一套 放5個技能加一個 玩結技才能觸發 這個菜都涼了 菜都涼了 你還要換人 麻煩 好這邊有一些 免傷 減傷 然後米翼 好大概這樣吧 這隻 先打一下公會吧 我也不知道它傷害怎麼樣 五星下來的傷害怎麼樣 它是神聖是不是啊 我們打了有沒有神聖落點啊 對啊 它自己當隊長 呃...打手的話 就阿修他們嘛 主動技喔 主動技喔 主動技有用嗎 傷害我在想 不知道猛不猛欸 打個一分鐘吧 可能也是一梯起跳吧 應該是梯起跳吧 既然都上修了對不對 阿修好像兩三梯吧 一分鐘 感覺還好阿 才幾匹而已阿 好 500 B了 對啊大概也是一梯多啦 沒有阿修那麼強啊 因為畢竟他的PUE就是 他的這個狙擊爆擊就是二十幾秒才能用一次啦 不像那個阿修他們啦 或是後期的一些角色PUE可以造成大量傷害 果然跟我想的差不多阿 就一梯多阿 因為你沒辦法一直用PUE阿 好1.2 這是有針對弱點的啦 沒有針對弱點的話可能還要再低一點 有破甲嗎 總之他的傷害一定是超越那個馬丘亞 為什麼我都拿馬丘亞來比較 因為我只有馬丘亞 阿修的話阿修 阿修我記得兩三B阿 阿修的有灼傷吧 我看一下阿修是有灼傷阿 對啊阿修有灼傷 因為他會噴火焰 他進那個會噴火焰阿 進來這會丟火焰阿 我們打個Easy的給大家看一下 差不多啦 因為這個不管哪個難度 他的弱點其實是差不多的 他的那個防禦力是差不多的 我這邊演示一下阿修給大家看一下阿修 就比較強 有關我說他all in抽到阿修五星跟那個伊莉絲 虧不虧不虧不虧阿 你都抽到五星了怎麼虧 抽到四星才虧阿 抱歉這個這個這邊沒有換喔 這邊沒有換 打個Easy算了啦 其實應該就阿修了吧 因為我只有這些U一個都加啦 所以我只能測自己隻阿 我沒有沒有沒有那個課金嘛 課金 課金的人才有辦法全部抽期 而且要花蠻多錢的 不知道花好幾萬吧 太遠了 他一開始就有退後 哎唷沒辦法靠近他 阿修明顯強多了啦 阿修爆發 明顯好像比較強阿 而且他奪傷搞不好破甲還比較快 比那個萬貴好像破甲要更快 記得可以打到2B吧 誒也是1B多是不是 這個三格氣爆下去很痛 但是他沒有破甲 他又遠離我了 好啦總之阿修比較強阿 畢竟阿修原本也比較強阿 他攻擊角阿 然後萬貴是防禦角 好大概這樣吧 這兩隻 以強度來說阿修比較強阿 傷害比較高 那萬貴是輔助型的 Buff型的所以他傷害沒那麼高 那他Buff很難用 大家看到那個觸發的機制就知道不太好用了 而且又有針對曲解個弱加 好那工廠 工廠的話我今天有玩第六階段 就是來看一下吧 首先這個第六階段阿 是可以掛第一關的 就是可以一直掛 就是自動可以過 我的萬貴是可以過的 OPE29000是可以過的 嗯 就氣勢跟攻擊力在這邊嘛 歡迎攻擊力20萬 氣勢也是約2萬這樣 我這個裝備大部分都是以前五階段馬丘島刷的 那我們直接來手動打個第七階段吧 打打看 那因為那個沒有活血機制的話 你本身打這個你會一直受傷 會比較難打 就如果你掛自動的話其實比較難 那總之我這個第六階段是可以掛自動的 我今天晚上有掛了一下 一直掛第一關 一直掛第一關 他也是有分身嘛 所以說 他其實也不太會受傷 他有受傷一點點 跟阿修比起來是沒那麼好用 阿修就進了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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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我被炸到被暈了 剛剛應該常奧運 沒那麼好用 就是我覺得這隻 打起來跟馬丘亞比的話 馬丘亞比較好用 打小兵的方面 我打小兵的方面 我打小兵的方面 馬丘亞當然傷害沒他高阿 但是 就我說的馬丘亞他那個機制打小兵比較好用 比較不會受傷 這個會受傷 而且打起來感覺沒那麼快 而且你看貴又給我跑到後面去 怎樣 這個可以加攻擊力 欸不要這樣好不好 垂直兄弟 還有 真的打起來很慢阿 我覺得但是 但是我掛自動的時候 那個馬丘亞的速度 比這次慢 就掛自動的時候 以自動來說 你看這個他沒辦法打到很多敵人有沒有 他就會 傷害就打不出來 敵人就跑到後面去了 你就傷害就打不出來 繼續上buff 根據我們剛剛的教學一定要這樣傷害才痛阿 我已經慢慢抓到躍絕了 因為我今天其實 我今天其實沒有手動掛 我就開自動而已 沒有手動完 反正7階段是可以掛的阿 好跟剛剛一樣這樣才能上buff 我覺得那個爆破爆氣無所謂 因為 因為他的PUE根本不強阿 EV跟PUE都不強 三格了 三格了沒阿 他的技能是這樣 放上去 可以直接這樣放技能 所以是沒有影響的 哇 只打兩排血有點少 就他的那個PUE不強阿 沒辦法阿 這下兩排血點是因為我剛剛有先提前爆氣 所以時間不太夠 不要偷打我好不好 都打到小兵阿 沒打到他阿 躲到後面上到都打不出來 真麻煩 他不像那個二階堂龍王跟那個 雅典娜他們可以追蹤你知道嗎 放錯技能 應該先放了那個 2 3阿 我就爆氣直接1 2 3阿 有沒有這個 操作起來不怎麼樣 也是挺辛苦的阿 而且都刷到這個贏的跟桶的沒用 拜師 不是拜師嗎 秋雅我好像之前刷過嘛 好像可以阿 刷得動阿 刷得動嗎我試試看有點旺了 這個換攻擊22萬然後70.2萬 可是我覺得幻影攻擊力影響沒那麼大阿 主要是要氣勢 我之前有刷第七階工廠嗎 我打打看 這個小關卡感覺一下刷不刷得起來 這個好刷多了 好刷多了有沒有 對吧 所以我才說這個 雖然瑪丘阿 你看他傷的好像不太高 但是打小兵真的是 比較好用 這個 萬歸不行阿 他的傷害就沒辦法打那麼多敵人 他就會把敵人給擊退你知道嗎 後面的傷害就打不到 像這個沒有沒有擊退問題阿 就帶著敵人走 帶著敵人走全部都打出去 有沒有 所以那個 看起來那個萬歸還是沒有馬丘好用阿 刷這個 但是你開自動就不一樣 開自動的話那個 那個萬歸打比較快 我自己打第六階是這樣 就是我就測試第六階嘛 然後馬丘要自動 打很慢 因為電腦不會向你上一直轉轉轉轉轉轉 他不會那個技巧 電腦AI很笨 他就只會正常這樣亂打 然後反而萬歸比較好打 就是手動跟自動的差別 好那就萬歸大概這樣吧 自動比馬丘好用 手動比馬丘好差 馬丘好差 馬丘好手動比較強 那這個下一期再來打吧 其實四星跟五星傷害也沒有說差很多 我覺得 我之前在玩的時候感覺也沒有說差很多 我這個只有打280 明天再來打 明天再來打應該就畢業了 就這週畢業了 就過了 用這個 這三隻 第一隊 第二隊就打醬油 好那萬歸就玩到這邊啦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訂閱點讚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大家 拜拜 出席